接收了一下,我发现我在寄件备份里面,HSD确定有寄出去了 但是因为这些没有都是假的 所以会怎么样呢? 会接到就是无法送出的这个 但是有一封信是寄成功了 这是来自 VBA邮寄来的信件 表示这是绝对OK的,没有问题 可以walk的 不过前提是你在outlook自己要把它设定好 OK,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提供一个参考 也就是以后VBA要能够自动发信 是绝对办得到的 而且自动化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很大的空间的 有些你可以后面再配合那个,我刚刚一直强调是 在Essale里面有一个物件叫application 它里面有一个on time的方法 就可以设定多久 或者是哪一天 比如说一整一天里面的什么时间,你就帮我自动去寄信件 所以这个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那我相信 你有很多 可以应用的空间 因为像发mail,其实有时候还蛮麻烦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再设定一下 大概这些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着要来看 那个 下面的 再来就是切到 另外一个工作表 摆加性 这个摆加性 我们需要怎么样 切到摆加性2 这边上面有一个A1 不过你会发现 A1这里面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储存格 我把它合并的 那我希望从摆加性1 自动的怎么样 可以很快的 帮我把摆加性1里面的 这边总共会有160个性 从这边到这边 那我希望很快的直接就 放到这边来 那你可能需要克服几个问题 第1个 把这 4个工作表 先合并 再来用刚刚的方法 串联 串联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 空白给去掉 所以基本上 我想这个应该 不算困难 不过好像 还是有些同学 对于 储存格跟储存格的串联 好像 还是很陌生 有没有 end 应该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个应该都是 比较基本的 中间串一个end 意思就是 就是帮我把这四个工作表 串成一个 有没有 那如果你今天 向下填满的话 那他每一个都串过来了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 那你如果要把这些全部串成一个 那你这样 跟刚刚那个不是一样吗 先等于什么 等于这边的这一个 然后打勾 再等于什么 这个再等于上面这一个 end 因为中间不用加分号 所以直接串什么 左边这一个 那串两次应该就够了 上面 跟 第二个嘛 串完之后跟原理原则跟刚刚不是一样 向下填满 那这个的话呢 上面的 所有的 这一个 160个 这里面160个信 全部都串在一个储存格 但是最后还差一个步骤 就完工了 什么步骤呢 中间会有 空白 之前有同学问过 空白怎么办 取代 对不对 那取代的话 你想说 Ctrl加H 取代 不过 这个当然不行 所以如果你要把 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 空白取代掉的话 这个时候当然你会想到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会有什么呢 文字函数 因为它一定是属于文字范畴 里面的哪一个函数可以办到呢 其实有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还有个方法 这边打取代 不可以 取代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就是不知道 打一个中文 就是那个你要的目的 开始 你会发现下面有没有建议采用 第一个就是了 第一个就是了 substitute repress